此外蔡英文的副首搭档苏嘉全 晚间是来到了台中东市 参加民进党英家配在这里的竞选总部成立大会 苏嘉全是以农委会前主委的身份 向乡亲说明他的农业政策 但是对于下午总统辩论会的内容 他表示因为当时参加一场告别式 所以说错过了直播 在还没有看之前是不方便评论 就由自己在农政方面的经验 民进党副总统候选人苏嘉全 全力抢攻中部地区的农民票源 在台中以务农为主的东市区 苏嘉全向乡亲说明自己 在农委会主委任内就曾经提议 要增加老农津贴 同时也承诺要是英家配当选 会重提当年实施的九五政策 苏嘉全左批地方 说台中市在胡志强执政时没有进步 同时也诱打中央 说马英九三年多来 对农民几乎没有照顾到 为什么马英九常常跳票 今天下午的辩论会 人家就问他633怎么跳票 人家过去问他468怎么跳票 到台南人家说你的收费站 不收也是你的证件 为什么跳票 到处跳票 而问到周六的总统候选人辩论会内容 苏嘉全则说当时刚好参加一位市民的告别式 没有观看辩论 因此无法给予任何评论 三连新闻 郑明堂 SNG小组 台中报导